一早就见他穿梭在北海慈济洗肾中心里 关怀和提醒圣友 当护士们需要协助时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 诺爱达 北海慈济洗肾中心的护理长 间隔两年的时间 诺爱达再度返回慈济 熟悉的空间 让他很快掌握洗肾中心的大小事物 OK 拜拜 谢谢 我真的有很高的支持 从我丈夫来到辞职 同时我真的想保证 所有人都希望我回到辞职 当她回到辞职 我建议她在找工作 我建议她回到辞职 因为我认为辞职 她可以更加帮助 不仅仅是赔助她的工作 她也能帮助 其他方式的帮助 更加帮助她的教育 所以她能帮助到辞职 诺爱达希望一份离家近的工作 巧获住家附近的私立喜盛中心 邀约任职 但从阿拉伯回来的她 放弃自己的想要 决定重返辞职 发挥以人为本的大爱 我工作在那里 非常困难 我有职业的工作 我只能做的部分 我也不能继续 与社区的社会 我的社会 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居住 我们不能处理 与问题 我们只能做问题 与问题医院的医院 每个现实人生都是一堂生命教育 与家人分隔两地的他 如今更懂珍惜所拥有的一切 因为我真的很爱他们 我真的很在乎他们 这两年真的让我认为 我真的需要很感谢 我的生活在生活中 这次我回到 我已经预认了自己 我真的不想去任何地方 我真的想在乎他们 很开心 但是他们在乎 他们在乎 他们在乎 在乎他们在乎 人在异乡 糟糟糟糟糟的思乡丑 还有工作内容的限制 无法如愿 然而 诺爱达心宽 自有他走出逆境的方法 如果我真的有很 我感到很感激 我感到很感激 那时候 如果我离开 或是离开 我会参与我的机会 去神圣地 然后我感到更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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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乎人物工作中 带领大家一起奉献大爱 深受大家爱戴 虽然他是一位 义主 是一位马来人 但是 常常我发现说 他可以把商人的 那种很尊重生命的理念 都可以带给我们的 护理团队们 他是一位 可以说是专业 与人文 并行的一个 一位很好的护士 不只资深 那他本身在人文方面 他是病无情的一个 一个护理人员 两年后 再度回到慈济这个大家庭 他的蜕变带动整个 北海慈济洗肾中心的护理团队 向善向上 莫西斯特艾达回来过后 他就叫我们应该要这样子 去观察每一个生友的那些状况 整个工作环境的气氛也改变了 这里可以常常听到他的笑声 然后他可以跟生友们的 那种互动的那种语言 笑声之类的 然后我们也从他的身上 学习到这些东西 不空谈不妄想 诺埃达实践当初的承诺 有多少能力 究竟多少本分 成就慈激医疗人文 我的希望是 能够优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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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优优优独播